好我们开始了 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开始讲 哈喽我的房伍祥 当然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ARISTA交往机 我觉得ARISTA交往机首先最近是比较火的 而且它的虚拟交往机在虚拟化环境下面 我认为还是比较稳定的 好吧所以说因为以前我可能用 N9K 虚拟化的 最近我发现ARISTA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而且命连行跟斯科也差不多 所以这一次我的交换网络用ARISTA交往机 所以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虽然说其实跟斯科几乎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在命连行 这个方面好吧 好我们还是正经啊说一下 这个课程可能是一个今年最大的课 好吧 那么你看我PPT600多页但我预计 800页 差不多PPT还没有写完 PPT还没有写完应该有800页的PPT左右 好吧 那么应该预计在7到8天的课程 7到8天呢也就说这周二到周五 那么有4天 然后呢预计 下周二到下周五 又来4天 一共 8天 应该 就差不多讲完了 那么这个课程的 内容很多 好吧基本上我把PALOS防火墙真的是能讲的 咱都给大家拿出来讲了 好吧 OK是一个非常大的课啊 今年最大的课就这个课 第二大应该是F5 好吧 两个都是领导者向线 最领导的设备 好那么这是一共我们的15个部分 本周如果能讲到第 如果能讲完第8个部分 我觉得 基本上就算 满意了 好吧 预计能把第8部分 第9部分开个头 也就差不多了 那么下周呢应该就要 下周是尽量能够把这个 PAROMA和这个SD1都讲完 看情况 好吧 现在PPT呢基本上 写到了 第12部分 12部分 PPT现在写到第12部分 好吧 但是实验都做完了 PAROMA的实验和SD1的实验全部都做完了 只是 截图 可能会有很多图要截 应该没问题 下周应该可以搞定 好吧我希望是 下周 一鼓作气 咱们连续两周 7到8天时间 把它讲完 好吧 OK声音是有的 你自己确认下你的 你的情况 好吧 应该是声音没问题的 现在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PALOTO Network 好吧 介绍一下PALOTO 那么 这是今天早上找他们市场人员 给我要的 就说 来介绍一下你的产品 介绍一下你们的 公司 然后呢 我今天找他们要的 好吧我们来看看 PALOTO PALOTO应该是 最为 最让人熟知的 就是 下一代防火墙的 创造者 防火墙 是由 切破的在说明啊 防火墙 就是谁创造的防火墙 那么是切破的 好吧 明年 我 可能 四个四五年啊 我再把 切破的 再讲一下 好吧 就是防火墙 是切破的创造的 自从有 Gartner 以来 切破的就是在 引导者向线的 好吧 那么 PALOTO 算是 后来者 但是这个 后来也 死来年了 好吧 就说 下一代防火墙 是由 PALOTO 所创造的 下一代防火墙开头啊 就是他所创造的 然后呢 他就一直也在 领导者向线里面 而且在领导者向线里面 一般来说是最领导的 好吧 应该说在业界 认为在做网络安全 这一块 那么PALOTO 应该是 最领先的 好吧提供了一个完整的 系统的解决方案 OK 当然了 也算是在业界最贵的 也是 所有人都知道 PALOTO防火墙是最贵的 而且经常说实在的 我要给他们讲 讲PALOTO防火墙 其实第1个任务就是 告诉大家 PALOTO防火墙 为什么他比较贵 好吧 好吧 PALOTO防火墙 应该说是 成立了 10多年来 自他成立以来 就引导着 下一代防火墙 就一直是 领导者向线里面的 领导者 好吧 而且价格也是 领导者向线的 领导者 好吧 好吧 好 然后呢 这也是 依然 这是两个 评级机构 那么依然把PALOTO 那么 定到了最右上角 领导者 好吧 可以 基本上没有旋律 如果说 只拉防火墙 或者说整个网络安全 这一块来做一个排行的话 在技术领先性上面 那么 PALOTO应该算是 比较占优势的 OK 而且基本上 应该这么说 就是 有钱的公司 在国外 有钱的 牛逼的 有钱的公司 基本上用的 都是PALOTO 好吧 当然了 这两年 飞塔一直以来 也是异军出起 好吧 那么飞塔 应该说 那今年有个 那个 比较 流行的话 就是 我们关注的是性价比 好吧 这是飞塔的特点 飞塔呢 应该 其实今年我讲过 飞塔的这个 SASE 其实也简单的讲了一下 飞塔的防火墙 但是有哥们认为呢 那只是顺带讲了一下防火墙 但是重点呢 还是讲的 飞塔的这个 零信任 S6G的东西 那么有哥们说呢 还是有必要 那么把 飞塔防火墙 也在像 PALOTO这样的 大规模的 去重新来 介绍一下 那如果 明年 有时间的话 我都把防火墙给整一遍 好吧 OK 今年呢 其实我的目标 其实就是安全 但是今年呢 很多很多精力 被放到了 SASE上面 我讲了两个SASE 然后呢讲了一个 证书 数字证书 好吧 那么防火墙呢 也就是今年年底 才讲PALOTO的防火墙 明年看 有更多的时间 把防火墙传统的 经典的防火墙 给大家来介绍 好吧 OK 首先呢 要介绍一下 因为今天早上 我找他们的PALOTO哥们 我说要 要个PPT 你们防火墙 介绍的PPT 他说现在我们都 不聊防火墙 我们聊整个 我们的体系架构 我们的是整个平台 整个体系架构 一般不聊 单独聊防火墙 因为防火墙也没什么可聊的 咱们 一直领导着 要见的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 他们给到我的官方的一个PPT 首先呢 第一个 云计算 的出现 好吧 那么我觉得 真的是各位需要去好好学习一下云计算 云计算绝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趋势 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AWS 我的AWS相应的课 特别在AWS AWS 都差不多讲了 四门课了 好吧 而且呢 我在PALOTO最近在 考他们的讲师 然后呢明年可能会给PALOTO讲 正规的课 我现在也在考 AWS的讲师 明年可能也会给AWS讲一些公开课 好吧 以前我这种是 咸云也喝的 现在非要把我招安 给我给他们讲正规课 好吧 那首先云计算 云计算不仅是什么呢 不仅是说我们的传统的ID资源被迁移到云端 然后呢我们要对云端的资源进行保护 这是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现在很多的安全服务 那么都是通过云端来进行 交付的 两个说法 好吧 OK反而云计算的不管努力也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工作性质也在发生变化 特别是疫情之后 远程办公 或者更多的外包 对吧 美国现在基本上都是三哥 是吧 而且很多都是外包 好吧 就说那这个 这种情况下 怎么能够去保障 安全性 那么还有呢 威胁 威胁这个 这个形式的升级 就说现在其实 在以前的话 这些黑客都是 单打独斗的 但现在不是 现在都是专门的 团队 团伙 说团伙可能正确一些 现在是专业团伙 专业团队 好吧 所以说呢 你的这个防律这块呢 也需要做一定的升级 你看现在很多问题都发生在云计算的问题 云计算 我们从传统来的架构 切换到云计算架构 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问题 现在以前 以前传统 ID架构的话 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的网络还算是有边界的 我们网络还是封闭的 一切呢 基本上还是属于可控的 但是 出现了这个云计算和现在这种远程办公和更多的外包和协作之后 我们的网络现在变得开放 就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网络的边界 OK 那这种情况下在防御上会更有困难 所以说需要对传统 传统的ID架构 进行一次 进行一次比较完整的升级 好吧 特别是我最近 今年我比较推崇的这个SASE 就是一种新的 安全技术 对于这种新的这种 态势变化的一个响应 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技术 好吧 还有呢 现在人工智能 就这个 好像好多年前就在搞这个东西了 就说呢 安全的东西呢 首先配置难度 非常大 而且维护难度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好吧 如果说呢 让人类去维护 去监控 去分析 这些安全的策略和日资的话很有可能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呢 PALOTO一直在 专研这个AI相关的自动化用来 就是自动化的帮你推荐一些策略 帮你分析一些 安全事件 帮你 帮你 对你的策略进行一些修改的建议等等 都有 好吧 后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简单可以看到这些相应的功能 OK 网络安全转型也成为当今企业的当务之急 然后呢 这就是如果不采取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安全的缺口啊 运营的中断呢 和一些财务的损失 好吧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好说说这个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深有感触啊 安全说实在的 一直以来呢 其实就比较乱 有很多很多的厂商 在各个方面 都比较领先 那么看他在举个例子啊 看一下 帮老头看不起谁啊 黄偶祥在一块 他把老大哥 Champone的拧出来了 因为Champone的一直都是 一直 这是绝对老大哥 最老的老大哥 好吧 黄偶祥就是Champone的发明的 好吧 Champone的确实也有他独特的东西 好吧 明年有机会 我们来讲一下Champone的 好吧 思科你看啊 还是在很多方面 还是很看得上的啊 入侵防御 思科的IP是绝对最优的 好吧 那么他们的那个 Tannos的团队 然后呢 入IPS这块 思科是最优的 好吧 他其实列出来了 4个 其实还不止是3个 DNS安全 也是思科最优的 就是思科 你看 IPS就是 当年他们收购的这个 就是Firepower的一个团队 Tannos这个团队 DNS安全就是 思科收购的 现在叫 Umbrella 安全 态势管理的 其实也是他们 Tannos他们 那个团队做出来的 就是威胁 情报相关的东西 还有一个后面 他后面还 又又又又把思科列出来了 远程访问 VPS这一块 VPS这一块 思科的确实还是做得不错的 我最近做PALOTO的这个VPS 不管它怎么地吧 配置难度太大了 配置难度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好吧 思科列远程访问 很靠谱 很稳定 好吧 你看各位 你们连到内部系统 那每天我在家里边做 做实验都是远程冒VPS 相当的稳定 相当的靠谱 好吧 应该做思科呢 其实在很多方面的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但今天早上我在我朋友圈做了一个大型图扫 就说 思科买的东西其实都还挺不错的 说实在的 买的那些 不管是FARPOWER他们的团队 TUNNELS团队 OpenDNS 还有他自己的微星的技术 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思科的问题就在于整合巨困难 就是 感觉买了一堆东西 但是呢 就传 始终没有传好 感觉就是 始终传不好 你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公司吧 他生产最好的轮胎 生产最好的发动机 生产最好的底盘 但是呢 但是他传起来这个车都没法开 你知道吗 这就是那个 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东西都是最好的 但是他就是 整合不了 他传起来那个玩意吧 就是 一言难尽 好吧 很难用 真的要很难很难用 而且真的是你会发现 你虽然说调整是思科的安全产品 你学的是安全的CCIE 思科安全的CCIE 但是其实呢 你会发现 你其实在学很多厂商的 很多的产品 他们的整合 吹牛逼是整合了的 但是呢 真的整合不了 哈哈哈 就是这种 就是思科让人很烦的地方就在这 每个都还不错 吹牛逼也吹得挺好 但是就是效果用起来 就是不行 好吧 OK 那么比如说还有那个 对今天还有一个叫博通 以前我认为在安全这块哪有 博通做芯片的吗 因为来认为是吧 博通说 怎么博通啥事呢 后来我知道了 因为博通收购了Venwell 知道吗 博通收购了Venwell 博通还收购了赛门铁客 你要知道赛门铁客 现在是博通下面的公司 Venwell 也是博通下面的公司 也就说其实这个Venwell 也是博通的 好吧 当然 Venwell可能会独立出来做一个公司 但是应该现在Venwell应该还是博通的 好吧 也就说 UIL过滤 数据防丢失 和SD1 都是博通的 好吧 UIL过滤和这个数据防丢失 其实就是以前的赛门铁客 好吧 然后呢 Venwell Venwell 我还讲过 SD1真的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好吧 今天 有个哥们跟我聊 就是他们 他就是Venwell的 现在他正在做这个 三门铁客加 Venwell cloud 的整合 因为他都是 都是博通 博通旗下的产品吧 OK 他们现在在做中国的落力 看到搞不搞 利用吗 好吧 好 你看 这是 博通 好吧 还有这个 无聊网安全 我就不是很懂了 Lenscope 我觉得可能 他们家也有 相应的SASE 明年有机会 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SWG Zscanner 这也说算是比较有名的 SASE SWG 也是领导者向线的 好吧 有些人说我为什么不讲 我一直想讲 真的授权搞不到 谁能搞得到授权告诉我 好吧 这次干的我搞了两年授权了 管的贼老爷 一直搞不到 好吧 就说安全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散乱 就是这么多厂商 每个厂商都有特点 以前的想法就是说 我就什么都要买最好的 我们讲这个 想法是好的 但是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 你的采购的难度 你的培训的难度 你的配置的难度 你的维护的难度 你的升级的难度 会巨大 真的就是那种效果 就是你买了最好轮胎 买了最好底盘 买了好了最好发动机 然后你船不好 告诉你 船不好 这个车没法开 你弄不了 你弄不了它 维护难度巨大 好吧 无法维护 这真的是安全的一个真正正正正正的问题 我深有感触 好吧 那么 帮老头 它的 你看行业最佳的这些东西 那么传在一起 它不是一个好的平台 就说你虽然说你是弄得最好了 但你传在一起传不了 好吧 所以说 帮老头的好处在于 所有的都是他们家 一家自己搞的 就是整体全部 是他们家 自己搞的 这也应该说是帮老头最流的地方 好吧 就说 我可以这么讲 那么很多 很多中国的公司说自己有什么URO过滤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很多公司都是欧的 好吧 就说可能他自己没有URO过滤 他自己也没有防病毒 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沙盒这些东西 他很多情况下 我告诉你 都是欧的 都是找某些厂商买的 好吧 你欧我相信 玩IT的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 好吧 很多都是欧的 不是他们自己家 你想想做一个安全公司 如果说 你什么都能做 你现在网友墙也能做 IPS也能做 高级 URO过滤也能做 沙盒也能做 DNS安全也能做 物联网安全也能做 数据房丢失也能做 云端安全也能做 LVP也能做 还有云端的SASE 这些东西都能做 我看 现在主要是 爬老头他们家能做 好吧 就是全套他们家解放案 全套解放案 全部他们家自己弄了 好吧 你相信我中国很多公司 很多安全公司 他们来玩都是欧的 他们很多 不可能 每个都做得了 要么就做的巨烂 要么就说 那个面子工程 好吧 样子货 好吧就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要么就是欧的别人 你相信我 而且要知道防火墙跟那个路由器和交换机在玩 它不一样 路由器交换机吧 你说 那思科也能通 你说华为他也能通 那思科的性能好 那华为性能也好 思科说他质量好 质量好这个玩意儿 你知道他就 不是很好 量化 你说你哪知道 你怎么量好了 对吧 所以思科有时候说我用了那么几十年 几十年的 我还说我们产品还没有这么多年 是吧 就这东西 你不好量化 所以说呢 就觉得网络这一块 反正这还差不多 反正你能通他能通大油差不多 非事也差不多 凑合都能用 好吧 但你要知道安全在玩 可不能凑合用 你既然买了个防盗门 你就应该在想那个防盗门 有小偷或强盗来的时候 他真能好死 你防盗门 我相信你买防盗门 他就不可能想买一个样子货 是吧 就说买一个 反正你看 长得也挺像的 那玩他 安全的东西 他玩的关键是 不好死 他就都不好死 好吧 便宜货 那种 那就没法用 懂我的意思 懂我的意思 他不像乌乌交换一样 乌乌交换反正 都差不多 乱通了 但安全 的产品 有些公司都为什么花多多钱要去买一个更好的 买跑包桶呢 就因为这玩他不能是样子货 好吧 安全的东西 说的严重 可以很严重 好吧 这种玩意样子货不好死 就说你看我买了一个防盗门 你看跟那个防盗门长得也差不多 好吧 但是 但是呢 但是小偷来了之后呢 好像我们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那我买防盗门干嘛 我买个破门不行吗 对吧 那你这个样子货有什么用 所以说这个点很关键 好吧 真正要解决问题 应该说呢 PALOTO就是这一块 我就是特别喜欢像 PALOTO这种公司的配置 就是你会发现全部他们家的 配起来特别简单 整合起来特别轻松 但是其实也 还好 他们家的见面做的还是一二不太好点 好吧 所以说需要培训吗 所以说你需要学习吗 好吧 但是呢整体来说 那确实还是整合度很高很高的 因为毕竟全部是他们家的 那基本上呢 都是在一个统一的界面里面 然后统一的进行配置 那基本上什么功能呢 也都可以做出来 好吧 就 就不像思科 那我 我讲思科那个安全产品 那个整合难度 那只是在传说中 是可以整合成功的 我是这么想的 好吧 就说 在传说中 他们这些 牛逼的功能 都是能够完美的整合 那简直打广告 我给你讲 就感觉跟那个红烧流动面的效果是一样的 看起来很美 你做 根本做不出来 就整合难度巨大 好吧 那么Porto呢真的是整合 几乎就没有什么难度 基本上他们是 一家全部提供完了的 好吧 这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大的优势 好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东西 当然了 他覆盖所有的场景 互联网 公有云 私有云 数据中心 还有这个云端的 应用 包含家用的 包含在家工作 移动用户 分支和总部 他们主要有几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他们云端交付的上面那套云交付的安全服务 OK 高级的威胁防护 高级的URO过滤 野火就是在沙盒 沙盒 他的防病毒防恶意软件 沙盒 DNS安全 云端的安全 SARS安全 防数据丢失 物联网安全 AI的运维 ST1和远程拨号 OK 包含客户端 客户端和他的策略 这些东西都是直接可以云端交付的 云端升级 云端交付的 好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说 你不管是 你用的是 你看这是第一个云端交付 统一的管理 统一的交付 好吧 那么你不管你是买他们的硬件的防火墙 还是买他们的 虚拟化防火墙 还有他们的容器防火墙 容器防火墙 他们也让我讲 我 明天再说 他们有容器防火墙 他们有序化防火墙 他们有硬件防火墙 不管是哪个防火墙 都能够得到 他云端交付的 类 全套的 安全解放 再说 安全的 高级的 威胁防火 就是IPS 高级的URL过滤 就是URL过滤 上网 可以认为 上网协会管理 好吧 野火就是他的这个防病毒防恶意软件的杀核 DNS安全 DNS安全其实跟上网安全有关系 还有这个云端的云端的应用的安全 防数据丢失 物联网安全 还有基于AI的那个 用为 OK SD1 还有这个 GP就是他的 远的BAR 客户端 管理客户端也是 一些策略 客户端本身 都是在线下载 OK 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我才讲的就他的一个 PRISMA 云端的SASE 好吧 OK 这个我真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关注一下 这个安全当中最领先的技术 虽然说现在你在国内听到的还是一些什么IPS 啊 那些 那些我都不想讲了 太烦了 那些 那些太老的技术了 好吧 现在更加领先的技术应该还是SASE云端 云端交付的安全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 呃 他是云端交付的网络 与安全 包含了SD1 还包含了安全的东西 你可以认为 以前你看左边那些 就是你自己的防火墙 不管是硬件的防火墙 还是硬件的防火墙 还是容器的防火墙的 都是你们家 在你们家环境 的部署的防火墙 你们家的网络 你们家的防火墙 好吧 那么这个SASE呢你可以认为就是云端的防火墙 啥意思呢 就是说 你们那些电脑 那么正常 接入网络 接入你们家的网络 接入你们家的防火墙 在你们家的防火墙进行过滤 然后呢做控制 然后上网 对吧 这是传统的 这个SASE是什么意思 它是云端的防火墙 你说云端的防火墙 我怎么能接到云端的防火墙 很简单 专个客户端呗 你认识客户端 那个客户端的类似于就是 就是 和云端的防火墙 建VPN 就相当于那里的客户端 就引了一根网线到云端的防火墙 可以见吧 就是以前你通过有线网络 然后呢你到你们家的 你们家的有线网络 你们家的防火墙 然后在你们家的防火墙 当中做策略在云端防火墙 做控制 然后呢 去 去去去 网我哪都行吧 好吧 飞塔 微拼 什么叫微拼 什么叫微拼 我们说的有微拼事吗 跟飞塔有什么关系 不要说飞塔 我现在给 帕拉户打广告了 好吧 好 那个好 这样的话 它那个说法就说呢 它是完全的整合 就是 一家全部提供所有的方案 不管是云端交付的一些方案 还有这个硬件防火墙 距离化防火墙 还有这个容器防火墙 还有这个SASE 好吧 那么 这样的话 它会给客户带来更多的好处 不管减少了漏洞风险 减少了管理的工作成本 投资回报 投资回报 价格反正 清理有准备 从来没有便宜过 好吧 从来没有便宜过 但是呢 你要说它整合好了 减少管理工作成本 确实是 它整合的好 它配置起来比较简单 好吧 OK 好 那么这儿呢 就是它的所有的 基本上你看一下 它没有打logo 其实logo打上了 可不可以更帅一些 这么 简单的说吧 就是所有有钱的公司 基本上都有 好吧 如果有钱的公司 不追求性价比 那基本上 那 怕老头没有什么可选的 基本上 我跟你这么讲啊 你如果说是一个 你学完网络了 在国外你把 PalaAuto 就我这个课 我学完了之后 你直接可以找网络了 因为国外很多 很缺这个 PalaAuto相关的 很多很多 学PalaAuto的 很多 缺很多很多人 这么讲吧 因为最近我们跟一个 国外的公司合作 他说 你就主要讲两个东西 就今天我讲的 说国外他们考 因为他们是做笔试的 他们知道那些考笔试 哪个笔试考的最多 哪个笔试最火 两个 一个F5 一个PalaAuto 今天呢 今天我的两个课 一个F5 一个PalaAuto 好吧 好 这是他的几个重要的 领先的产品 N级Fireout 下一个帮我讲 好吧 零信任 SD1 ZTNA OK然后呢 还有SASA 这几个东西 今年我就把这个SASA这一套吧 当然也包含 ZTNA这一套 其实都在SASA里面 其实都在SASA里面 今天把这个SASA给讲了 好吧现在在讲这个 NGFireout SD1 也会讲 当然SD1他有两个解法 我可以解释一下 SD1有两个解法 一个是 这种课我们会讲的 防火强制 内建的 防火箱加Pala 一起来做的这个SD1方案 这个方案跟那个FETA的那个SD1方案 是一样的 那你们应该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好吧 然后呢他们也有云端的SD1的方案 那么以后就会再介绍 有云端的 好吧有两个SD1方案 所以有两个SD1方案 好 然后呢就说这是一个 高级分析师吧 一个介绍 好吧就说 他们应该确实在 就是在 安全这一块 企业级安全这一块 好吧 应该算是 Palao确实应该是最领先的公司了 好吧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Palao 这个公司的介绍 下面呢 进入我们的课上